英镑在本周出现了很大的波动性 所以让我们来观察一下欧元英镑货币队的走势 今天加入我们的是亚当·索罗门 他将为我们带来他对该货币队的预测 亚当您好 您的一个月预测价位是0.7766 您能告诉我们一下您的理由是什么吗 根据今天早上发布的通胀率报告 马克卡尼表示 目前英国最大的风险因素来自于欧洲经济的低迷 欧元会有继续的贬值趋势 包括德国的经济数据也并不是很理想 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也会影响到欧洲经济的本身 尤其是德国的出口数据 欧洲央行的主要融资利率降至0.05% 主要是为了刺激经济 而我做出0.7766这样的预测 是结合去年一年的走势 加上技术分析所得来的 0.7750的价位是您的中期预测结果 可以详细地解释一下吗 可以 之所以价位从0.7766到0.7740 我是这样考虑的 根据英国央行的政策和各项数据的表明 英镑的波动性方向是存在往上的趋势的 而欧洲方面的情况 欧洲央行已经明确了要进行更多宽松行动的决心 包括购买担保证券等等 但是这需要一段时间来执行 以及见到效果 并且我相信德拉吉的领导风格 他一定会将计划认真地执行的 我们从他最近的言论中就可以看出 周五我们即将迎来欧元区的GDP数据 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为什么你的六个月的预测价位会是0.7250呢 我对预期的数据并不持看好的态度 马克卡尼在之前的报告中 关于英国的经济部分中说到 英国的通胀率在未来六个月 很有可能降到1%以下 但是我个人认为 欧元区在第三个季度的GDP 不会有明显的增长 以及我预测 通胀率将会保持不变 欧元区的经济 仍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 所以我并不认为 周五的GDP报告 会出现令人信心倍增的数据 结合以上几点 我认为 欧元英镑货币队 在经过六个月之后的价位 将会要来到0.7250 当然我也会持续关注 相关的一些变化报道 好的 感谢你阿当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英国的新闻更新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下次见